记者施小光台北报导 国民党中常会今日邀请智库副执行长陈雄文专题报告 蔡英文政府将空污问题演变成国安危机 党主席吴敦一听完报告后强调 民进党政府在没有配套的情况下 坚持推动非核家园政策已燃煤作为核能的替代能源 造成严重的空污污问题 伤害国人健康已成严重的国安危机 他呼吁全民12月17日踊跃参加反空污大游行 让政府听见人民求救的声音 吴敦一表示台湾每到秋冬之交 空气品质就会恶化 已经成为台湾人民最关心的民生议题 空污污问题尤其是下午2 5.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致癌物质 近年国人肺炎罹患率升高 与空气污染问题脱不了关系 他还说国民党中常会已经两度讨论空污污问题 但很遗憾蔡政府并未改善空污 反而受限于意识形态 在没有配套的情况下 坚持推动非核家园政策 而替代能源又未到位 只能以燃煤替代核能 恰于改善空污被盗而驰 并且成为国安危机 他呼吁民进党政府要以苍生为念 救救台湾百姓